连憔悴走出市领地建树 一人严亚伦涉嫌偷拍案 遭到检调约谈谈调查 预议令50万元交保后 不闪躲直接说明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 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 有一些事情呢 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 简短针对自己的案件表达 并强调会捍卫清白 对于侦办内容则透露 碍于侦探不公开 无法多谈 有哪一部分你认为是大家误解的 这个我现在这边不方便说 因为毕竟这个侦探的过程 是不能去公开说任何事情的 一人严亚伦被网红要乐指控 在他未成年时侵犯 选择拍下不样影片 3号一早警方搜索 并将人带回调查 严亚伦也找来两名知名律师辩护 一世中维和律师 曾任北检黑金组检察官 办过多起贪污案 另外一位资深律师陈达德 曾经手多件知名银行炸弹案 专攻证券交易 破产等金融诉讼案件 这事情过这么久 证据能找回吗 若查扣的手机 平板电脑中没有原始到 网络流传的影像 可以当作证据吗 当这个手机里面的影像 他已经灭失了的时候 该怎么证明说 外流的这些复制品 它这个所谓的 这个拷贝的这个档案 就是原本在手机里面 拍的那个影片 所以我们最后发现 就排出一个标准 这标准就是说 如果说只要这个证据 经过一个合法调查 那合法调查说 可以证明说 有一个同一性的 一模一样的原件 存在在手机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严亚伦面对 检警大动作调查 疑似也查扣相关影音资料 不过严亚伦也是有备而来 全程委任两大知名律师 陪同征讯 说是会捍卫自己清白 是否也提供 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人得检察官理清 TVB新闻 玲珑士叶俊 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